大家好,我是三喵,这个斜桃桃和小尾巴上岗 那么今天聊一个比较悲伤的话题 这个话题还是有很多人冷嘲热讽的 但是我自己是无论如何都冷嘲热讽不起来 是什么呢?青岛的这个外卖员事件 我相信不少朋友已经听说到了 那么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底层互害 一个外卖员 这边这个外卖平台对外卖员非常非常的严苛 如果超时的话是要被投诉 然后是要被巨额的这种罚款 所以您就理解为什么在这个中国 这个外卖员经常是这个不守规矩闯红灯 然后交通事故频发等等等等 那如果他不是一次送好多单的话 他也挣不到钱 所以就是游走在这样的边缘 但是呢 他遇到了这个青岛的某个高档小区 那么这样的这个高档小区啊 是有规定说这个外卖员是不能进小区的 你这个外卖员这个进小区 成何体统绝对绝对不可以 所以这个外卖员啊 跟这个保安 小区保安就有了争执 而这样的争执之后呢 这个保安是情绪失控 拿着刀把这个外卖员给刺死了 连着刺了十几刀啊 那么这个保安已经这个被抓获 当场就是被抓到了 但是呢 这个外卖员 他的这个年轻的生命 也就从此被定格啊 人是已经没有了 那么如果再往下扒的话 这个外卖员真的是身世令人唏嘘啊 那么他过去的时候 家里借钱 让他这个出国留学 那么去到这个澳大利亚 读的是这个心理学的这个专业 那么读了这个专业之后呢 回来然后找工作 然后找的也不顺 试图去这个创业 想做这个自媒体 然后做的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 这个举步维艰啊 那么这个我听这个有一些 做国内这种自媒体的一些朋友跟我说 说这种在国内这种平台 像这个B站啊 抖音啊 这种地方 这个哪怕他的这个follower 他的这个关注可能是十几万几十万 可能绝大多数都是僵尸 都是买的 那么这个可能收益啊 什么并不是那么好 于是不得已来送外卖 而这个送外卖就会遇到这个有两个dilemma 有两个这种冲突的事情 第一 你不可能悠哉悠哉的送外卖 你如果想挣钱 你可能手里真的就得有那么十单左右的这种外卖 至少得五单左右 你得拼着命的去送 那么第二 很多时候你这个外卖送达的时效 跟有些小区学校 或者这种政府机关的这种门禁政策 是相冲突的 那么这次是以这个人命作为一个代价 这样的事情 有一个非常非常悲惨的结果 底层互害 而这种底层互害 是什么造成的 往上一层 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制度之困 你这种制度之下 逼得把人弄得不像人 对吧 你如果再往深处挖一下 那么当然就有人说 你看啊 这个借钱送孩子出国留学是多么的不明智 你还学个什么这种心理学 你还怎么怎么着 这个就是这个 在每一次都这个走了失败的路线 包括他去创业 包括这个他去送外卖 每一次都都走了一个必然失败的这个路线 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个 人这辈子没有什么必然失败 或者必然不失败这样的一些事情 这个听我节目的助军 如果您觉得您的人生可能不是那么的失败 可能仅仅是因为运气比较好 我就给您举个例子 这个之前我做那个节目 讲到那个在俄罗斯送命的那个雇佣兵赵瑞 您还记得吧 那么他为什么满腔热血 想去到这种俄罗斯去这个所谓的打日本鬼子 去到乌克兰打日本鬼子 那是因为他家里虽然是有一点点钱 但是他的那种认知是非常非常粉红 非常非常那种 你可以说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的这种认知 虽然我在那期节目里面说过 人是自己认知 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自己的认知买单 但是长者说过一句话 一个人的命运不但要靠自我的奋斗 也要考虑到历史的形成 当你历史的形成 这个国家在跟整个的这个国际上 关系还不错 这个国际上愿意带这个国家玩 改革开放融入世界 加入WTO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不管怎么招 你都能赚钱 就像这不是有个段子吗 一个电梯再往上的时候 有人在电梯里就这么 就这样子 还有人在电梯里 那么坐着这种仰卧起坐 坐着这种俯卧称 那么到最后他上去了 你怎么上来的 我坐仰卧起坐上来的 我坐俯卧称上来的 我什么都没干 我就上来了呀 就是在那个时候 我记得是零几年那会儿 社会上普遍流行的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你要努力呀 对不对 这个生前合必久睡 死后自当长眠 你一定要努力 你不管怎么样 那个风口上猪都能飞得起来 对吧 那是那种时候 看上去 每一个人都会有好日子过 那么看上去 这整个的这种盛宴会一直持续下去 但是当这个经济体 开始跟世界脱轨 当大家的这个经济普遍不景气 当这个所谓的疫情放开之后 以为会有经济的增长 结果并没有 整个的社会是在一个下行的状态当中的时候 那你个人可能不管怎么选择 他都是错的 有人说他就不该学心理 他应该学个什么计算机 请问你学计算机的话 如果去国外的话 有没有可能会被当作间谍给扣起来 对不对 那他就不应该去这个什么 去这个创业或者什么 那他有没有去干不过别的 有人说这年月 有人说去聊一聊这种考工考编 我之前聊过考研 其实本质上讲 你考工也好 考编也好 考研也好 第一 淘汰率难道不高吗 不要光看着这些幸存者偏差 淘汰率难道不高吗 第二 你考上了编 考上了工 考上了研之后 那有没有可能也因为自己的一些 这个可能都不是错的这些东西 然后把自己这一辈子都给葬送了呢 谁说不会呢 对不对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个人的努力变得无足轻重 而一个人的失误 他造成的后果是无比无比沉重的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这个他送外卖被捅死这件事情 被捅死这件事情 我说去丧气话 他一定还会再重复 就像那个大连吧 还是呢 一个男的 这个投资失败了 开着宝马在闹市去撞死了好几个人 一样 但是每一个人在这样的时代里面 他都会有每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不幸 这个时候 如果啊 这个有一些 我觉得这才叫吃人显馒头 有一些自媒体说 这个他如果当时学个什么什么 就不至于这么悲惨了 如果他这个不去这个借钱出去留学 可能就不这么悲惨了 我真的说不出来这种话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相当相当多的这些人 都还是挺不幸的 你去这里轻飘飘的说 如果他怎么怎么样 悲剧就可以避免 那么现在这种情况下 铁拳难道不就是这个看心情 你都不知道砸到哪个人身上 我说的铁拳 可能是以国家为意志的铁拳 也可能如这样 现中是这样的一个铁拳 所有人是所有人这样的一个敌人 那么当这个社会在衰退的时候 过去所谓的高楼大厦 就会变得如此苍白 所谓的文明的这种底色退去之后 剩下的缘不过就是野蛮 无非就是这样的一些情况 而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这种岁月静好 现实安稳 九块九包游 是建立在压榨很多很多 这样的一些事情的基础之上 那么这就是现实 这个可能说的有点丧 但是我不认为自己说的有多过分 那么好 今天这个话题有点沉重 咱们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